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来给肉末调个味 加上点葱末 少许的蚝油 生抽来一点 胡椒粉 淀粉少许 一丢丢的盐 来点花生油 搅拌均匀放一边备用 肉馅大家也可以用鸡肉或者牛肉 自己喜欢的都可以 再来切上少许的玉米粒 丰富一下口味 再来切点葱花 130克的面粉把它倒大碗中 加上230克的清水 把它搅拌均匀 搅至无颗粒状 粉糊中加入少许的盐 给它添点底味 把它搅至像酸奶的状态就差不多了 调好放一边备用 烤盘中刷上一层油 油热后打入鸡蛋把它煎熟 这个时候火力不要太满 小火慢慢煎 全部打好 我们用筷子把蛋黄给煎破 这一步大家不要太心急 慢慢把鸡蛋煎熟了才下其他材料 鸡蛋凝固后 我们在上面添点玉米粒 接着加上肉末 稍微给它铺平一点 再撒一点葱花 不喜欢的可以不加 最后一个模具中刷点油 倒入一勺姜 把我们的鸡蛋肉夹进去 反过来 给它按压一下 稍微压一压 让它全部包囊在一起 每个都这样子做 把它全部弄完 调小火慢慢煎 把它全部煎定型 煎的差不多了 再来一遍刷一层油先 全部翻完继续煎 偶偶给它反一下面 煎至两面金黄 多翻几次 受热不就均匀 我来做点捞粉 老妈说怕热气 不敢吃汉堡 还要点粉给它吃 米粉撕水后放一边备用 鸡蛋煲差不多煎好了 把两面都煎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最后煎这一次 好了 差不多了 煎好一个夹出一个 哇 太漂亮 来几朵泡发洗净的香菇切片 锅中烧开水 把我们4个水的米粉放进去烫一下 不用烫太久 本身已经远了 把它打散就行了 烫散 马上夹出备用 热锅下少许油 倒用剩的肉末 把它炒香 没有剩余的肉末 赶紧出去买 水分炒干后 把香菇一起放进去翻炒 炒香 还有剩余的玉米粒 没有就不用放了 一起翻炒一下 炒香后 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来上少许的蚝油 少许的生抽 因为肉末已经有味道的 所以不用加太盐 再来点胡椒粉 来煮一下 把汤汁稍微煮浓稠一点就可以了 汤汁已经浓稠了 把我们烫好的米粉倒进去 再来上少许的生抽 把火关掉 把它捞均匀 搅拌均匀后 撒上葱花 打好的豆浆倒出来 再来点青菜 可以开吃了 去早餐咯 这桌早餐是我们家总是吃不腻的早餐 有吃的 有喝的 喷香又过瘾 早餐不知道吃什么好 也跟着铁头来试试吧 哇 这个最香 来 真是汉堡 起来手 抓起来可以了 这不是甲心脆吗 甲心脆 你看 这脆脆的 甲汉堡脆脆的皮是不是 嗯 香不 我没有豆浆的 来 给你一份 爸爸好烫啊 你看哥哥都长豆了 是啊 都怪你了 不说这么多 好吃的给你吃吃啊 就是啊 以后就拿这个给你吃 太瘦了 没得吃又说想吃 这豆浆的味道 要那么甜干嘛 那里有糖要不要 就爱你还吃 不要吃太甜的嘛 还儿子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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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